曾广贤文第四十七周 翻译解释 很多人最后才会自我感到安慰 最后才获得一丝满足 这可能是那些精神痛苦的人想醉的原因吧 什么事上天都已经定好了 不用自己空忙瞎忙了 千里送毛 礼虽清 万水千山情义重 一直要珍惜情义 一人传虚 百人传实 世事明如尽 前程暗四七 良田万寝 自食一生 翻译解释 一个人说假话 但经过许多人这么一传 便成真的一样了 只以鹅传鹅 信以为真 三人成虎 这样做会害人害己 眼前的事一切都十分清楚 但以后的前程却一片黑暗 家有良田万亩 每天也不过是吃一生而已 大厦千间 夜面八尺 千金万点 效益为先 翻译解释 即使有大厦千间 而一个人有八尺的地方就足够睡觉了 不管有什么样的经典 忠孝 仁义 都是首要的 感谢观看